大家好 我是Emily 今天想跟大家介紹這隻蘭祖佛斯的面膜 之前我一翻的時候已經用過 為什麼會翻這個面膜 因為我覺得整件事很浮誇 我這麼大個人沒有用過 一塊面膜是有50ml精華 因為通常市面上最多都可能是 28ml、30ml或者35ml 其實已經很多了 今次我們這隻是有50ml精華 基本上50ml精華等於什麼呢? 等於敷一塊這個面膜 其實已經做了20塊平時的普通面膜 這件事我覺得很浮誇 這三款面膜有什麼分別呢? 白色這個就是保濕的 粉紅色這一枝就是美白的 另外藍色這一枝就是去豆的面膜 反而這麼多一枝我最有驚喜是去豆這一枝 因為這一枝其實我很少生暗瘡的 就算我生也好 我是紅一陣子 然後我自己有塗暗瘡膏就很快就脫了 然後那天敷這個的時候 因為我生了一顆瘡在... 看不看到呢?在這個位置 然後呢...這一枝是紅紅種種的暗瘡 但是我敷這個...不知道是否因為它裡面有薄荷的成分 我是降紅很快 敷完那個暗瘡已經是燒過腫了 那這個去豆的暗瘡面膜真的很好 而且它跟平時去豆的面膜有什麼不同? 它一點都不乾 你不會覺得它扯乾了你的皮膚的水分 因為有些你會感覺到... 敷完面膜不知為什麼 它都會很乾的 即是比美膚還乾乾 那它這個消炎和降紅效果我覺得很好 那跟著... 剛才說的是保濕的 那它這個保濕度呢... 我覺得... 即我自己覺得是不錯的 因為畢竟裡面有50ml的精華在裡面 那它這個呢...有一個水解蛋白的成分 那它是用一個高科技去把它分解了 那所以它的份子是很小 很快進到我們皮膚底層 那你想一下50ml的精華很快進到皮膚底層 其實那個效果是很水嫩 而且乾紋是很快膨脹的整件事 那這個就是它的保濕面膜 那接著呢... 到它這一隻美白面膜了 那大家看到呢... 其實它裡面是粉紅色的 那因為呢... 它裡面會有一個玫瑰的成分 但是它這個玫瑰很有趣 它不是平時的玫瑰花瓣 或者玫瑰紫油那些 它是用玫瑰的花瓣去做 而且它有很多植物的成分 你聽到你會覺得... 咦...原來美白面膜會有這些成分 例如有梨啦...有檸檬啦... 然後這些... 檸檬我也是...很少聽 但是它又很溫和 因為我用美白面膜 我不要用一些很強的東西 但是它這個我敷完也是沒有敏感的 還有呢... 如果你有導入肌的話呢... 很建議你們之前導入它裡面的精華 因為50秒真的太多 我自己用呢... 我會先導入 先導出來 那如果... 盒裝的面膜裡面是會有那個鉗的 那你鉗了面膜子出來 那裡面其實是有很多精華在裡面的 那你可以把它來先導入 然後再敷一塊面膜上去 然後... 其實不需要洗的了 然後呢... 你會感覺到是... 還有很多精華 我自己會偷偷地用來塗上身 那大家看到啦... 那它這個面膜呢... 其實這裡會有一個箭嘴的 箭嘴呢... 這裡撕... 一邊這樣撕下去 那就可以整個拉出來 其實好像開箱蓋一樣的 就好像... 平時鷹樹那些圓液一樣 那它開了那個蓋子之後呢... 這裡會有一個膠竹的 那你就這樣打開 有些客人說... 精華太多喔... 我可不可以... 流到... 即... 可能用一半流到精華第二天才用呢... 其實真的不建議我 因為就算你放在雪櫃都好 那它可能會有一些細菌的滋芯 那不建議這樣做的 那這個面膜呢... 我可以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 看不看到它的精華在這裡滴下來 那大家看到我現在... 其實披頭散發呢... 我是... 剛剛睡醒想敷個面膜 順便拍一下影片 因為好像很久沒有拍過影片 那其實呢... 那個... 是不是超誇張? 基本上好像整支精華液這樣 那我自己呢... 就... 即... 如果你家裡是有... 有一些... 碗啊... 或者什麼都好 那你就可以倒進碗裡 最不然就好像我現在這樣 其實塗了精華已經感覺到自己的皮膚很水 那... 因為真的太多精華 你是... 用不完的 但是... 也是那句 如果你要留下 用來第二天用的話 是真的不建議的 反而你用來... 做一個倒進啊... 塗身啊... 塗手... 塗腳啊... 這樣...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我自己呢... 就會把它倒進了 對... 因為實在太多了 這個面膜呢... 它敷15至20分鐘 但是我自己呢... 敷15分鐘左右啦... 我會最把裡面的精華呢... 最補一層... 最補一層... 然後再敷10分鐘啦... 基本上我是25分鐘至30分鐘 所以... 面膜都不會讓它乾的 那... 這樣東西大家可以試一下 精華太多了 那... 它一盒... 一支50ml精華 一盒裡面有... 六支... 就是... 那裏是... 300ml的精華 300ml的精華 平時我們買一支... 正常的精華液 都是只有30ml 就是有... 多少支啊... 數學好差... 就是有10支精華液 對... 10支精華液 那... 它說一塊是等於20塊 普通面膜的功效啦... 基本上... 對了... 不好意思啦... 要你們看著我倒入 因為我早上起床呢... 沒有東西做呢... 我就妝都不化... 敷一下面膜 加上昨天呢... 真的假的... 這裏出了一粒瘡... 不過... 今天已經是借了很多... 所以... 這一支藍色呢... 大家如果有暗瘡的... 不妨敷一下... 因為它裡面還有一個金盞花... 金盞花是可以降紅... 以及... 修小一些油腎皮膚的毛孔... 譬如... 眉絲血管燕那些都可以試一下... 但是... 我自己就... 常常曬太陽... 所以... 保濕是很重要... 我發現保濕做好... 其實... 很多... 皮膚的問題都會少出現... 譬如... 有一些... 是... 缺水缺了很久... 然後... 就會經常爆瘡... 然後... 他們就會用一些控油的產品... 然後... 為什麼... 控來控去都是這麼多暗瘡... 其實... 他們忽略了皮膚... 保濕... 那一部分... 如果保濕做得好... 基本上... 80%的問題都不會出現... 但是... 它這個呢... 是... 什麼味呢... 沒有什麼味的... 你... 少少... 香味... 那些叫什麼香味呢... 不懂得說... 但是... 你不會覺得難聞的... 它... 很自然的... 那個味道... 嗯... 而且... 這幾個面膜呢... 孕婦都可以用的... 那... 它是... 所有皮膚都可以食用的... 最好... 每星期... 其實... 兩三天... 面膜真的完美... 那些皮膚一定超美... 我自己就... 有點懶... 你說... 一個星期... 我能不能敷到兩三次... 面膜真的好看心情... 但是... 兩... 兩次應該是有的... 但是... 三次就可能比較敏... 因為我自己還會敷眼膜... 我還會經常這樣倒入... 你知... 香港人不是很多時間的嘛... 還有... 有夜份... 眼位都能用的... 先滾一下... 披頭散髮給大家看到... 不好意思... 那... 那... 我剛才... 都... 都... 加了兩次的了... 但是... 還有很多精華在裡面... 那...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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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 要剪片的了... 我打算... 到圓形... 一些精華... 然後... 再拍照給大家看... 因為... 沒有理由... 要大家看... 還有十分鐘... 不知道自己說什麼... 好啦... 又是... 我有點多久... 那小廢... 那是一周 druk的嗎.... 人是W Parents...